这是一个中年的52岁的男性 吃饭之后会有这个塞线区的 就有一个反复的症状 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变成一个疼痛 在当地医院呢 它是塞线早果的一个结石 然后发现感染 最开始出现这个症状 到它就医之前呢 大概是有一年的时间 结果我们发现它这个结石呢 是非常大 直径呢超过了这个 一公分 然后呢半径呢 大概是零点七公分 这样呢我们在切的中间发现 它其实是一个果核 其实是一个 一个核 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这样一个形象 它这种可能是就是 它这个橘子核 插到这个三线导稿的后 导致它漫进两根之后破裂 可能就是三线的这个 三线分泌的这个唾液呢 一直在 一直从这个地方流过之后呢 慢慢的按这个橘子核的表面 形成了这样的一层结石 经过手术之后呢 患者这个面部的这种肚胀 就肚胀感就明显消失了 面部的这种硬血呢 也就没有了 因为患者呢 这个血液就很难了 就行了 患者现在呢 就是吃饭这方面都没有影响